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劳基法修正草案引起巨大社会争议。 台湾医护团体认为,修法可能让旅传过劳意外的医护环境更严峻。 医劳盟日前更透过脸书表示,此次修法无法保障劳工,而是把人当努力的修法。 台湾医疗劳动正义与病人安全促进联盟。 医劳盟昨日二时透过脸书表示,难以接受新的劳基法修正草案。 医劳盟写道,如果轮班间隔被缩短成八小时,即使政府号称会把关,一旦所有法定条件都通过,医院老板如果要求员工上完八点至十六点的白班后,间隔八个小时后再回来上至八点的大夜班,老板并不会违法。 医劳盟也指出,万一医疗人员因此过劳死也很难成功提出职灾赔偿,因为法律规定公时可以。 医劳盟最后强调,此次修法绝对不是什么保障劳工的修法,这是把人当努力的修法。 并问各位医疗人员能接受吗? 尽管劳基法修正草案引起社会各方反弹,劳动部长林美珠曾表示,相信修法是越修越漂亮,对国家整体而言是更进步的修法。